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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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我自己也认识过 吹牛 有些人可能觉得吹牛蛋 令他吹牛 或者有些不适 我自己 第一次经验 吹牛蛋 吹牛 吹牛之后 首先 有一样东西 令他吹牛 很浪漫 眼睛有很多不适 之类的精彩 这些是比较短期的 纯粹些 大家也知道有意外引起作物質 之后 他刷生一些疾病 刷瘡 其实那些是 他没有任何药物 可以根治脑 要分解教导 让他慢慢自然分散 所以 吹牛蛋 后运症 大家不可以托事 所以大家才一起站出来 跟政府说 一开始 大概 头过五分钟左右 眼睛就好像吹牛蛋 吹牛蛋 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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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脊 即是一些 没有出事的身体 就开始吹牛 吹牛 即是 你脚骨的时候 怎麽人会大 后面的颈 担心后运症 担心后运症 就是阿罗索河 以外引起 和他生疮 那些 之前都有 一个新闻 立场收藏记者 都已经生疮 那就是因为 他整天都在前线做事 他在前线自然 成立多疮 所以各位记者朋友 都要支持 我觉得政府 就是 我想我们也认为 政府就是应该 首先 公布尔岳英的成份 即是他虽然说 尔岳英 即是现在的 虚异党在中国 就是做的 但他都做的 反省部官 这样公布 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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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害死 先不要害死 看着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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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没事 他没关系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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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均强 像牛肉 像牛肉 没关系 没关系 放手 放手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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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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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厉害 乖乖 很乖 乖乖 对 好 很乖的 再帮你一次 可以吗 再做一次 做一次的 做一次 做一次 是否真的有山埃呢 提起山埃 大家不其然会想起 在波兰纳水集中营 最令人心寒的毒气室 那里曾经杀害过数以万计的犹太人 令人痛心疾首 但是 杀人于无形的山埃究竟是什么呢 泛指含青梨子的青化物 是一种毛色或白色的气体 青化物拥有强烈的毒性 当进入有机体后 会释出青梨子 变成有毒化合物 当人体吸收过量山埃 就会削弱细胞大氧功能 导致窒息死亡 资料片段所见 8月24日 网上流传一条长约11秒的影片 片中 相信是一位示威者 在灭烟过程中 身上佩戴的仪器 发出警暴 仪器显示屏画面显示 8.6ppm和HCN HCN就是坊间提及的青化氢 青化氢是由催泪弹释出 它真是有山埃的 上一集介绍过警方使用的催泪弹型号 MP6M5CS 根据材料安全性数据表 MSDS的资料显示 美国生产公司标明 催泪弹除了含有CS 有限成分之外 还包含多种化学物 催泪弹作为化学武器 清单亦得出 每种化学物都有它自己的作用 当中铝粉、高粉 可以和高绿酸甲 形成一种混合物 Flesh Powder 也只是烟花的制作材料 在催泪弹中加入Flesh Powder 使催泪弹的有效成分 气化更容易四周扩散 在专利文件編号 US14-711980清楚列明 不同比例的Flesh Powder 会影响CS扩散的效率和时间 虽然催泪弹的化学成分 未含有塞埃 但许树昌教授 在8月21日公开演讲 就引述美国军方发表的研究报告内容 研究指出 催泪弹的燃烧度达275度以上 会亦分解出塞埃及期待借物 因此催泪弹会不会生成塞埃 关键是在燃烧时候的温度 催泪气体影响人类健康 网上资料片段中 而气显示的数值是8.6ppm 大家可能会疑惑 浓度会不会对人体有害呢? 参照美国国家生物技术资料中心的研究 如果兔子需要在短时间内 达到半数致死的浓度 CS的浓度是需要达到3438ppm CS由3至10微米的小粒子和溶剂组成 可以传播至400米外 或者充满60至300平方米的空气之中 当催泪弹爆发的时候 人体会经由皮肤、眼睛粘膜 以及呼吸度吸入CS 一旦空气含有高浓度CS 更有机会经口腔进入人体的消化度 即使低浓度CS 已经足以令群众出现不息的反应 如果市民长时间接触 或者曾经大量接触 尤其是在密闭的环境之下 有机会引致永久的身体损伤 例如青光眼、更甚者、 气体会灼伤喉咒咙和肺部组织 有可能导致即时死亡 或者催泪弹分解出山埃 亦可导致窒息死亡 我们再次重申 虽然8.6ppm这个数值 不能证明催泪弹有直接致命风险 但不排除会带来长期后遗症的风险 绝非坊间所认为催泪弹和胡椒噴霧 一样只是属于较低的武力 只是会对人体造成通楚和流眼泪般简单 我们要视乎接触的剂量、场所、途径和时间的长短 去评估催泪弹对人体可能造成的伤害 催泪弹放堤对社区的影响 持续三个月的示威冲突中 有催泪弹被择至老人院和民居附近 港铁站内、街市外、甚至食市内外 这些人员未必知道这些化学物质的适当处理和气质方法 若果欠适当的处理和气质更有机会造成二次污染 因而延长普通市民不必要地接触CS化学物的机会 催泪弹中的CS会粘附在物件表面 例如木材和布料上的CS更难以彻底清脆 在潮湿环境之下 它的气味带来的刺激可能会持续 当CS被释放至空气的时候 CS会以气上 和火粒上 存在在环境内 气上中的CS 半需期是110小时 而特定配方含直化合物防水剂的CS 更加可能会影响长达45日 根据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资料指出 CS在常温环境下 会以原浮粒子和气体的状况同时存在 而CS在光照下进行光化学反应而分解 这个过程大约在110小时才能令 空气中的CS浓度下降一半 由于这个过程受温度、湿度、光照强度所影响 所以110小时只是一个最理想的情况下发生 如果光照强度不够 例如在室内或比较难接触到强光的环境 CS可能会存在在环境一个更长时间 由于CS并不是一种气体 而是非常小小的固体 很容易在空气中飘浮或依附在物质表面 例如衣物、食物 特别在含有脂肪的食物上 而且分解应有而进受CS污染的食品和饮品的后果 更加不堪切上 在密室发射催泪弹可不可以杀人? 在短时间内同一地点施用多个催泪弹 群众所暴露的环境中的CS剂量会大幅度增加 尤其在一些群众难以走避的情况下 其毒性分析的复杂程度会更高 美国加州研究报告强调 在密闭空间或群众难以走避的情况下使用这些化学武器 会增加群众接触刺激物的剂量和时间 许树昌教授也在公开演讲提及 在密闭场所发射催泪弹可以引致市民窒息 又或者造成火灾 我们看回824的灭弹片段 片段中可以见到 释放催泪弹的地点是一个空气比较流通的开放式环境 所以可以见到浓度由8.6ppm快速下降至6.5ppm 因此如果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施放催泪弹 沙压的浓度有机会更高 化学刺激物作为群众管理武器 必须顾及人权、公众安全 避免被滥用而增加公众不必要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那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 既然催泪弹对人类居住环境带来这么多影响 身为社区的一份子 我们应该如何自救? 身处委内瑞拉的催泪弹专家 莫尼卡·克鲁特尔教授Monica Crowther 她对催泪弹的研究 已经得到海牙国际法庭折纳成为证据 以作控告委内瑞拉政府 不当使用催泪弹至当地市民死亡 而她本人也一直留意香港局势的发展 她希望透过The Investigation 向广大的香港市民提供一些建议 当不幸遇到催泪弹的施放 可以先留意催泪弹掉落的位置和当时的风向 以避开催泪烟的影响 如果万一身体接触到催泪烟 她建议可以用5克碳酸氢纳 即是食用梳打粉的主要成分 将其融入在1公升的水中 作清洗受影响的身体部位 她指出她在实验室研究得出的结果 碳酸氢纳用来中和CS是非常有效 而且用途广泛 除了清洗身体之外 亦都可以用来清洁受影响建筑物的表面 亦都十分有效 在危急的时候更加可以直接饮用 她同时建议 万一没有适合个人防护装备之下 将普通口罩或毛巾 浸入5%碳酸氢纳的水中 都可以有不错的防护效果 市民的应对措施 当警方发射催泪弹的时候 你没有准备到碳酸氢纳水溶液 你应该尽快离开现场 为避免易度接触 应尽快换下受污染的衣物 手套、口罩 如果有不省人事的人 应搬离地面以度高处 如果催泪弹接触身体部位 先用清水或生理盐水 清洗10至20分钟 有需要可以使用口服止痛药 皮肤方面先用纸巾抹走残余的化学物 如果出现水泡 应该用生理盐水清洗 至于呼吸系统 大部分情况都可以靠呼吸新鲜空气来缓和 而消化系统不适 很大原因是因为吞口水引致服下化学物 所以要立即吐口水和浪口 如果吐吐和肚饿 可按需要饮水和保抗力 如果情况严重 应该立即寻求医护人员的协助 早前深水堡区有一名婴儿 皮肤受催泪弹刺激 相信是因为家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为小朋友穿上被催泪气体污染的衣物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曾经发射催泪弹 为确保安全 衣服必须重新清洁才可以穿 当催泪弹攻入家居的时候 应该关上门窗 也可以用湿毛巾封住门窗的纳裔 如果怀疑食物 例如生果受到催泪气体影响 应马上吊气不应该食用 因为化学成分有机会已经滲透食物内部 长时间在曾经发射催泪弹的场所逗留 如果你需要长时间在这些场所停留 例如你是负责清洁该区的工作人员 你应该穿着合适的保护装备 包括保护衣物、眼罩、口罩、手套等等 另外清洁的时候不应该使用含绿的漂白水 因为可能会造成CS的化学反应 释出毒素 在2017年 美国加州一份公众健康研究 综合了11个国家的31份研究 涉及5910位 因为曾经接触这些化学刺激物而求医的人士 当中有超过5000名受伤者 其中有两位死者 以及58位有永久性残障的个案 而涉及CS的防暴剂受伤个案 有28%的受伤程度属于严重 但是在 clinic以后 就这样做了 有50分钟 environment 新闻、资讯、自由、电话、营销、自由和合法